顯然是低得太多 很多衛星效果它是沒有的 我們在引擎我們講 大家怎麼樣問我說 引擎是什麼故障 那零件多得不得了 一下燃油系統 一下點火系統 一下這個濾性 一下那個濾嘴 但其實基本上 電動車來講 第一個它 因為它的轉速範圍很大 它的變速器 基本上不太需要變速 只有一個檔 因為它轉速範圍很大 第二個它馬達基本上 就跟我們國中物理獨類 兩個執掌互相切割 它構造非常簡單 所以它省了太多太多 我們傳統內燃機引擎 必須從引擎到傳動系統的機構 它都是沒有的 所以我相信一定可以省很多錢 是 那事實上如果以 這個汽油機車來講 用原廠的一個建議的保養 在不同的里程裡面 它所要更換跟保養的項目 包含有機油 齒輪油 空氣的濾芯 汽油的濾芯 火星塞等等 然後包含這個啟動電池 因為圈酸電池的啟動久了 它的壽命比較短 這些東西如果以一年來攤體 平均來看的話 平均大概一年4000塊是跑不掉的 電動機車相對在這些項目裡面 它大概就是馬達的齒輪油 然後煞車來令片是屬於耗材的部分 輪胎它的一個摩耗也比較低 換的時間會比較長再來換 大概一年不到1000塊 也就其實它在同樣的保養成本 一年來看 大概不到它的四分之一 我們剛才提到說 那你以實現拉長來看 累積的一個保養成本 就會相對更得比較高 我相信大家在不同品項 會有不同的選擇 不過目前為止 因為台中市政府 利益良善的這個想法 的確引起了民怨 剛剛大炮哥也提起了這個部分 我們知道1月19號 像是包含之前上過節目的Vita 他們都要去抗議了 因為不能騎燃油機車 大家要怎麼環島呢 聰哥你覺得有可能嗎 對 我覺得這個是台中市當然是有一個 想要朝這個低碳城市發展 所以他們制定叫做 台中市發展低碳城市 自治區域的這個法案 它就說從這個民國110年起 在某些特定的區域裡面 它是禁止機車進入的 那其實很小愉快 對 很小愉快 它是在目前水南機場 那個大宅門特區那一塊 它規定是這樣 但是它有一個單數 它說未來不排除 也要逐漸逐漸的增加這個區域 當然很多人就抗議說 那以後我不能騎機車進去 好像是一種歧視 因為它是剝奪了 騎摩托車的人選擇的權利 這個已經不是入權的問題 它是在剝奪人權 為什麼我不可以買我想要的摩托車 為什麼我只能騎你選的車子 這是什麼利潭問題 這不是入權 這是人權 台中市政府它有講 它說其實它也不是只有針對機車 它未來汽車它也要這樣子做 但是只是說現在是機車先優先 對 因為目前台中市政府 的確有在用電動車 就是那個納稚界等等的 它就說它其實它有 陸陸續續的在105年 它開始這個政府 包括台中市政府 它有要撥一筆預算開始 從台中市政府做起 它自己就開始騎電動機車 甚至說它開始要 撥補更多的經費下來 鼓勵市民去騎電動機車 其實不是說不能騎機車 只是說要騎電動機車 不能騎到那裡 不能騎你的重機過去 但是你要去騎電動機車 還是可以進去的 當然這個就目前一般的民眾來說 這樣好像是如同大報跟索載 它好像剝奪它的這個感覺 我覺得整個這個配套措施 可能要完善 包括它的補助的措施 甚至說更多的大眾捷運系統 像我覺得在台北市做這個問題的話 或許大家還是會抗議 但是很多區域 可能已經逐漸有這樣的系統 包括說捷運站就可以到 那我可能騎個U-bike 這樣這個周邊的措施 如果形成的話 我覺得這個未來 或許有一天會 我們沒看到說地震減減 歐洲很多 像我之前在那個 Bluwance Example Phone的地方 那邊有很多所謂的Clean Zone 就是在這一個區塊裡面 是沒有任何汽車模式 就近空嘛 但是它現場有很多 比方說電動車的計程車 或是電動車的接駁車 沒有電動機車 幾乎都是電動車 然後是那種 比Smart還要小台的電動車 在裡面跑 那它做的是Clean Zone 是這一區 因為古蹟 它完全沒有 那在美國他們是由社區自理 比方說我這個社區 比方說民生社區好了 我這個社區裡面居民 決定我們要低碳 所以我們社區投票 你不可以讓任何 有會排放煙的東西進來 所以它裡面只能夠 騎了高爾夫球車 所以你看美國很多 各種不同款式的 高爾夫球車 可是我覺得這中間 都有很大差 你看第一個它是一個 我什麼都不行 我沒有針對摩托車 第二個我是地方 自己說出來 而不是政府說了算 所以我覺得台灣政府 其實主要是 衝到了這兩件事情 因為是政府說了算 沒有給人家選擇權 另外一個是 你沒有講得不清不楚 你好像只針對我們摩托車 你當然會引起反抗 那也許本意是良善的 可是你在推動的過程中 你就勢必會面對 這些反抗的聲音 對 真的要溝通 尤其像我們剛剛也討論到 這個電池的部分 過去觀眾朋友你還記得嗎 當時Tesla發生一件事情 股價大跌 也就是因為當時明明很安全 那電池怎麼會發生爆炸的意外 現在大家可能心裡也會有疑慮 當然我們選擇是 相信這個所謂的政府的政策 還有包括所有的配套 但是目前為止有沒有機會防範 或是說大家在這個知識上 要如何來提升 對 其實當時Tesla燒起來 那是一個蠻特殊的意外 因為是我們介紹過說 Tesla它不但強調說 它把那個鋰電池做成一個 好像一個方形大餅一樣 它就放在底盤 那一方面來講空間充分利用 它創造一個內燃機引擎車 絕對沒有的那種超棒的操控感 但是後來也很巧的 居然這一件事情發生在 它車子在經過一個路段的時候 有一個金屬物 剛好這樣子頂 就戳進去它那個鋰電池裡面 那我相信這件事是 伊隆馬斯克他也想不到的 雖然說他聲稱他們這個電池 是有很好很堅強的保護 但顯然被戳破了 那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Tesla以外的車 通常都不是像它這樣子 放在底盤上 通常都放在車子最中央的地方 相對比較不會受撞擊的地方 那這樣來看機車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 以機車來講應該是不用疑慮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看了嘛 它就是放在你的屁股底下 說實在 今天如果車禍撞到你屁股底下 都被撞爛的話 什麼汽油車什麼 大概也燒起來了啦 所以我覺得真的沒有這個疑慮 我非常鼓勵大家去使用 這個有機會我也要弄一台 但是我覺得 真的關鍵是要忽略我剛才講 如果說現在所有的S7 都有抽換戰 我明天就買10台 大家都來騎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我現在大爆箱也會戰爭 只是這件事沒有發生的話 我認為真的還是 永遠的小量市場 這個部分其實 也是我們推廣的一個方向 事實上以幾個比較區域型的 像低碳島的推動 像澎湖 那它的所有的7-11 包括不管是充電或電池的 在7-11的交換 那當然它需要一個時間的推動 由近到遠 由小到大 所以稍後的電動車 還有什麼趨勢呢 我們待會來了解 電動汽車最容易在哪裡爬爬燥呢 答案就是很多的觀光景點 觀眾朋友如果你去墾丁的話 相信你會看過很多電動機車 而目前呢 其實台灣有一些特定的區域 也都在實施了 大炮哥 其實現在台灣有很多 比方說小琉球 很經典 澎湖是已經推動很多年了 所以在澎湖幾乎是每間便利商店都可以 那就真的像剛剛龐德大哥講的 都是沒問題的 那最近還有台東 然後這些都有 金門都已經開始有這種電動車 因為它是區域性的 所以其實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它只能在綠島上跑 只能在小金門上跑 我要設充電站 我要操換 也都比較容易 那它唯一的問題就是說 比方說像小琉球之間碰到的問題是 要爬坡 那當地又只有電動自行車 因為為了要方便旅客嘛 所以旅客來是不用戴安全帽 不用什麼都不用 所以它就變成只有電動自行車在那 可是呢 傷不了爬坡 不夠力 對 有時候就會有這個問題 對 所以可能未來在設計上 趨勢我們要走得快一點 對對對 那當然電動自行車 它確實性能比較弱一點 然後它有一定的法規限制 那像我們在澎湖推動的這個低碳檔 剛剛大炮哥講到 也幾年下來成果非常的顯著 整個低碳島的一個經營 那也作為一個示範的一個點 未來可以推廣到這個島內 整個全國的一個區域型的一個示範 那當然針對電動機車的未來發展趨勢 我想綠能無污染的這個載具 顯然已經是一個未來 我們逃避不了的一個發展的趨勢 對啊 因為汽車機車都在推啦 那剛剛提到包括整個低碳 然後減碳的一個部分 應該是一個比較可預見的一個趨勢 那當然電動機車而言 未來在電池的發展的輕量化 電能技術的突破 讓它續航力可以加強 電池甚至可以輕到 三四公斤 四五公斤這樣子 更便利 然後呢 更友善的一個充電環境 剛剛提到 如果說充電 不管由頭 乾法 你需要獨家